欢迎收看树民大头家 来关心黑心快筛风暴持续延烧 实际上署署长吴秀梅哀哄应该要下台 但他终于出面却说该谴责的是厂商不是我 很多人质疑了 这是不是涉及独职呢 难道监院检调都免查吗 另外军情局招考传出有黑幕监察院说难以置信 而情治高层竟然招待大家吃饭 一餐花了十九万 还说是对陆机密工作可以报仗吗 我们到一起来讨论 问交来宾第一位是立法院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院费洪泰 大家好 立法院蔡碧如 大家好 以及前卫生署署长杨淳良 大家平安 好 本土疫情降到一个半月以来的新低点 今天是三万五千五百多例 是本土确诊人数五月五号以来 终于又降回到了三万开头 好 另外来看到呢 就死亡的个案是有144例 各件事都已经降到了六千例以下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 这个中重症的部分 今天新增的是295例 儿童的重症又增加一例 是一个才一岁大的小男童 确诊之后五天之内 恶化成了肺炎入住加护病房 另外死亡病例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性 接种过三剂疫苗 不过他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 发病确诊到死亡 只有短短的五天而已 好 吴秀梅总算是现身了 而且今天出现在 体会中心的记者会上 国民党团质疑 当初复了快筛补件日期已经过了 食药署竟然还接受文件 而且还发给了EUA 另外到底他的弟弟 有没有认识邵博士呢 来听听看吴秀梅他怎么回答 那国民党团质疑说 当初复乐快筛的补件日期已经过了 那食药署却仍然接受补件 您的弟弟念牙医 那邵博士又是从事牙医医疗器材进口的生意 想问您怎么看国民党立委这样的质疑 其实他们在8月26号 就已经补件了 那食药署就进行审核 就是他补件之后 这些文件的一个审核 那美国FDA是在去年的10月4号 去年的10月4号通过Home Test的EUA 所以这家公司 他就在10月14号来申请变更 他不要申请Repeed Test了 他要换成Home Test 是他自己后来又申请变更 那另外我们不认识那个顾问 这我们完全都不认识 黑心腹勒快现在延效超过一周 食药署被质疑说 早就知道负乐快现在有问题 怎么迟迟没有动作呢 而这个邵博士他还爆出说 查厂报告早就有标注说 负乐快现在是大陆制的啊 好 身影多时的食药署长吴秀梅 上周六总算出面了 他回应质疑表示 EUA申请不需要减负查厂报告 那么大家应该要谴责的是 这个违法的厂商才对 但是3月份的时候 美国FDA就已经公告说 负乐快现在没通过FDA 而且是全面回收下架 那么官员没有审查 也应该Google一下 看看美国FDA的官网吧 而吴秀梅认为责任都在厂商 提供假资料 自己是非常的无辜 问题是 你说强盗抢劫固然是很可恶 可是如果是警察 开门放强盗进来打劫 这到底该怪强盗 还是该怪警察呢 立文 这也太糟糕了 那我觉得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人家 美国的FDA审查是审查真的 我们台湾呢 是审查假的 不就是这样子吗 他的意思是说 厂商送什么文件来 我就审查什么文件 所以你是叫稿 看厂商有没有写错字的吗 所以文件上面写什么 你就统统都照单全收吗 那我们还需要你干嘛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我 你们跟1922一样 因为你是属于国家的公权力 我们相信你的专业 可是呢 你却给我们的是黑心商品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大兴公司透过一名邵博士 让黑心快晒拿到EUA 国民党加码爆料 这博士简直神通广大 去年7月 EO科技就提出 附了快晒的申请案 石药署8月就要求补件 本来应该要在两个月内 完成补件程序 90月间邵博士开始介入 第二次补件 EO明明超出了规定日期 但石药署还是在11月 正式合发EO科技EUA 是不是因为邵博士的介入 是不是因为内神通外规 这邵博士到底是何方神圣 负责任少明远 曾担任牙医器材工会顾问 而石药署长吴秀梅的弟弟 吴祁阳就是牙医出身 再加上卫部部长陈时中 也是牙医 更曾担任过台北市牙医工会理事长 而这次出发了大兴 3月11号就遭到美国FDA公告有问题 但4月26号 大兴就请邵博士帮忙送件申请EUA 两周内活速取得EUA 而就算被具名检举 微博部当时根本没理 让200万剂黑心快篩流入市面 他是高达19亿8000万剂的空白授权 高达600亿的利润 而吴秀梅说 要怪就应该要怪给不实资料的厂商 让网友气炸狂骂 民众被强盗抢 强盗很可恶 但警察就在我家门口 还放强盗进来抢我家 你还有脸说 业者无良 政府无能 你们难道只是一群 搜索资料的窗口吗 厂商造假资料 你们都没有任何审核的能力吗 甲快篩就是被政府放行进入台湾 石要署没尽把关责任 却只想甩锅业者 没说清楚讲明白之前 外界恐怕很难接受 我觉得石要署真的是太可耻 太可恶了 那么吴秀美终于出来 他说明甩锅了 他说因为EUA的 衣裁审核的减负文件里面 并没有要查说他的查厂报告 换句话说他的厂是哪里来的 我们并不会查 所以他说是美国制的 我们就相信是美国制的 我怎么会知道他是大陆制的呢 他说除非是非EUA的衣裁 才要查厂报告 所以这么轻轻的一句话就甩锅了 所以他是不是大陆制的 我不知道 但问题是说 这不只是他是不是大陆制的问题 我已经每次都讲过了 而是这一款快筛 他根本不合格 他的灵敏度就是筛不出来 因为频频是大陆制的 大陆制也有拿到各国EUA的 也有合格的 也有不合格的 有良心的 也有黑心的 问题是他进了这一款 是黑心的 不只是大陆的 不要每天都在讲 就是说我不知道大陆的 是因为他没有写 我没查 那他是黑心的 他是不合格的 这件事情怎么办呢 那食药署是不是就是 审核把关的单位嘛 那厂商送的资料不正确 难道他说不应该是 谴责违法的厂商吗 没有人不谴责违法的厂商啊 但是是谁放水 让违法的厂商 大辣辣的赚我们老百姓的钱 然后还耽误我们的健康呢 那不就是你的把关不利吗 那你到底是哪个人 哪屋还是你是故意的呢 那你就要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啊 你讲了半天 好像你们什么责任都没有 不管是过失还是故意 都要负起责任啊 所以我才说有这么可耻 有这么可恶的官员吗 好 那现在呢 这个林淑芬委员 民进党委员 他呢 也在要求食药署 必须负起责任 他说 伪造资料 诈骗政府 厂商当然是错 有谁说厂商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食药署 你居然没有审查资料的能力 那你也要有Google的能力吧 那难道你都没有看到 三月份美国FDA的公告 说他们是不合格的吗 黄阳明也出来 这个爆料说 食药署五月份 就算你三月没有Google 没看到美国的公告 你五月份 人家EU就把公文送到你桌上了 你总是有看到了吧 那所以EU他在去年取得了这个合法的EUA 那他EU取得了以后 后来发现说不对 这个东西是大陆制的 而且美国FDA不合格 所以EU发现了以后 赶快通知食药署 结果基层公务员爆料说 食药署一直到六月初 整整过了一个多月 才跟大兴提出要试验的要求 换句话说 去年EU就用同款的东西通过了EUA 那当时EU呢 主导这整个案子的 就是同样一个人黄敬南 然后呢他呢 这位黄敬南呢 他呢就是在邵博士的帮忙底下 拿到了EU的 EU去申请拿到了EUA 结果后来EU不是发现这件事情 有问题吗 然后呢这个黄先生啊 就跳槽到了大兴 跳槽到了大兴之后 又跟邵博士合作 透过大兴同款的 这个不合格的快三世纪 又再度拿出EUA的这个请求 结果呢大兴取得了EUA 然后食药署发现了之后 才一直拖到六月 跟大兴提出试验的要求 那大兴继续拖延 就食药署拖了一个多月 那大兴继续拖延说 我现在没有东西 要六月十五号以后才有东西 结果六月十三号 案情就爆发了 这样大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那整个的案情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中间是不是这个黄先生 跟这个邵博士 是关键的人士 他们为什么神通广告 本来是透过去年EU就拿到了EUA 后来呢EU的这个 认为说这是不合法的 不行我们不要 那黄先生呢 居然就跟着这个邵博士 又透过大兴 再去取得了一次EUA 那邵博士就说 我当初跟卫福部提交的资料 跟茶厂报告都有标注 这款快筛事迹是大陆制造的 好所以现在邵博士说 有啊 为什么食药署说没看到呢 我有写啊 我提给他们的报告里面 都有写说是Made in China 那你明明知道Made in China 台湾不会接受 你为什么还要交出去 然后你还有自信 可以跟厂商拍胸脯说 你一定会通过呢 他也没讲错啊 他果然就通过了 好那食药署又出来讲话了 食药署就说了 不管是之前的EUA 还是后来的大兴 在宋审EUA的时候 产地你们不是写大陆 你们都是写San Diego 所以呢 紧急授权 因为我也没有去查 你的查厂报告 什么原厂授权 这些供货证明 所以呢 我们就相信是美国制的 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再确定你的产品文件 符合规范就核准了 但是问题是 它的灵敏度就是超低啊 就是所以这样才会 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啊 他说后面进来的是录制的 我们都会溯及既往的办理 所以呢 换句话说 食药署的存在跟没有存在 就跟我们后来发现 1922有存在跟没有存在 都是一样 这是废的嘛 好 那这个我们看到 李德伟委员就说了 EU这个公司 去年7月的时候就申请EUA了 食药署到8月的时候 要求要补件 那依规定是两个月之内要补件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 在这中间呢 快到的时候呢 邵博士开始介入了 所以呢 EU一直到10月14号才补件 11月 14号补件 11月2号 果然你看 邵博士一来就不一样了 整个进程就加速了 食药署果然就给EUA 就给EU EUA了 所以呢 是不是邵博士介入的时候 所以才可以预期补件呢 这中间你就可以看到 邵博士的确都有发挥 关键的力量 好 曾明中也说 邵博士说啊 他申请的时候 我都有写说是大陆制的啊 那卫福部还核准 然后国别写成美国 所以是邵博士说谎 还是卫福部说谎呢 这总是白纸黑字嘛 让我们看一下啊 到底他提供的文件上面 有没有写嘛 那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 这难道还看不清楚吗 这不是很清楚 可以马上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吗 所以这件事情要水落石出 一点都不难 那食药署一直顾左右而言 他紧忙地甩锅 从来不告诉我们说 任务中间 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会是一个不合格 灵敏度不够的快塞 居然流入台湾 而且还让黑心厂商 大赚这样子的一个报复 这样子的一个黑心财 那食药署 可以又这样子轻易地过关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不管是这个EU公司 还是大兴公司 这两次啊 他们申请让这个黑心快塞 实际拿到EUA的背后 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叫做邵博士 邵博士叫做邵明远 他经营的是牙才生意 而且是台湾牙才同业公益协会的一个法律的顾问 好 所以说呢 看起来他是跟这个牙医界的关系 是不是比较深厚呢 那么很多人也就发现到说 其实我们的卫福部跟牙医的关系也很深厚了 当然了 首先我们的卫福部长陈时中 他就是前牙医工会的理事长 好 食药署出场这个吴秀梅 虽然说呢 看起来他是学药出身的 跟牙医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但是他有个弟弟叫做吴奇祥 好 他是全国牙医全联会的执行长 全联会 全联会很大 因为是全国各地所有的这个牙医工会 大家联合起来的全联会的执行长 他是这个吴秀梅的弟弟 而他的太太呢 罗美玲 也是现任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因此国民党就质疑说 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说因为的这个吴奇祥跟这个邵明远 有没有什么关系吗 为什么这一次能够这么快的 让EU公司和大新公司 都能够拿到了这快筛世纪的EUA呢 好 吴秀梅神隐多日 他这次终于现身 可是他没有为失职向国人道歉 反而回向说 应该谴责的应该是违法的厂商吧 先前他从高一大药学院院长 被任命为食药署署长的时候 医界就怀疑说 以他的资历有办法掌管 业务这么繁多的食药署吗 当时的陈时中部长说 他在药学领域表现杰出物 可以帮国人为食药安全来把关 好了 身为把关医材的主管官员 这次出了这么大的包 他竟然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人民公仆没有尽到把关的责任 那我们花纳税钱 请他来到底是做什么呢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废宏泰委员 因为我们看到 吴署长他出身学界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 他应该秉持学者的良知良能 但是是谁教他说不用认错 因为官员出包 对百姓一点歉意 都没有这样是正常的吗 吴秀梅当过高雄一大化妆品系的系主任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喜欢化妆 他也把他的食药署包装得很好 请问路人甲乙可以当食药署的官员吗 路人甲乙随随便便 可以当食药署的署长吗 可能吗 你没有尝试 你没有知识也要尝试 你没有尝试知识也要 学习人家去看看电视 难道人家谁进来 你统统不把关 如果说你统统都不把关 从你当署长到现在也就算了 但是我们回想去年 去年有人要申请进口BNT的时候 从字到标章到文件到标章盒 每一个都散 拿放大器显微机再看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态度呢 这个时候你说我是无辜的 如果你无辜的 路人甲乙通通都可以来当署长 来当食药署的官员 要你干什么 就好像林嘉隆当交通部长 火车撞车了 他下台了 他也可以讲 火车又不是我开的 我为什么要下台 是不是这样子 一个署长可以讲这种话 就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的官呐 对礼仪廉恥是怎么 用什么态度来看的 这个现在台湾的食药署就好比 然后讲说这个龙子的耳朵 虾子的眼睛是一样的 你又龙又虾 你如何替全国老百姓的健康来做把关呢 我是觉得哈 再说哈 这个我跟大家报告 刚才大家提到了那个邵博士 邵博士在他公司的网站上就讲说 他们有一个经理 曾经当过食药署的省合员 所以他还可以做厂商跟食药署的一个桥梁 话都讲得那么白了 邵博士说 我们国民党呢 在从上礼拜连打了几天 我也去参加过祭司 我们直接讲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直接讲邵 那个邵明远跟食药署有什么关系 后来邵明远自己马上声明说 他送的两次 两次都是同一个牌子 这都是full facts 你们食药署的人 全部通过了只有33家 有两家是一样的 你不会注意一下 没有注意 然后那个邵明远说 我送的两次都讲说 制造是在中国大陆 难道你们都不看了 一直到三月份 刚才那个郑立文讲说 到三月份 美国的FDA都公告的说 这个是假的 他没有发给他EUA 难道你们都不看了 如果说官员可以这样子 你当你要审查的时候 拿放下去拿显微镜再看 当你不审的时候说 我有什么错 错是错在这个厂商 官员真的是 你真的要体验一下 什么叫淋义廉耻 就算你是把官不立 没有弊案 难道有疏失是不用道歉的吗 吴朔梅认为 这次爆出黑心快篩风暴 就是因为厂商送的资料不正确 姑且不论食药署的审查委员 是不是被蒙蔽了 问题是 富乐快篩明明是大陆制造的 可是吴朔梅说 不用付查厂报告 到货之后 也不用抽查流程 那请问到底我们食药署审的时候 是审什么呢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也质疑说 去年7月EU送件申请的 这个富乐快篩的EUA的时候 当时其实到了10月份 他们又补送了一次资料 其实这个时间点是已经超过 两个月的补件时间了 而食药署呢 在11月还是马上发给了EUA 他们可以拿到这个快篩事件的EUA 好 所以说今天呢 这个吴朔梅解释说 没有啦 他们只是说要改更改 变更他的申请 那他要从其中一款 换成另外一款 所以可以补件 是这样子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我们以前卫生署的时代 对这些管制性的 依材EUA的审查 是这么宽松吗 难道只要把这个官方 要求的资料给背齐了 食药署不用做任何检测 就可以放过你 然后就可以给你EUA了吗 那如果真的这么宽松 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 送了三百几三百二十几件的快篩EUA 结果高达九成通通都被刷掉了 当然啦 上一次我们要捐赠 一千万剂的快篩剂 那时候陈门利文跟洪泰两位委员 我们在立法院开了记者招待会 你知道我们前后送了几十件 五次 我们把所有的证件都补齐了 所以你就是那个三百二十六件 里面的五件吗 然后呢 我们还派专人去解说 一直都没有通过 然后我们就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到了五月十一号 社会压力太大了 就说自己可以进口一百剂 那我就 当然就不需要了 这个三位委员啊 很了不起 但是他们对民进党研究不够 我跟上位报告一下 民进党呢 第一个 凡是让我没有面子的 有人超前部署的 一律出征 贾永捷不就是捐了那个 高流量的氧气 鼻管的那个套件吗 所有的民进党 一十五零 出征 记得吧 那个本来 你这个 卫武部 早就应该知道 在疫情的时候 这个就是 所有的国家都已经都先准备了 你一件都没有 江洁呢 就是给民进党没有面子 绝对不可以 出征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凡是党他财路的 让他拿不到钞票的 我们五十五块 他一百块 不可以 绝对不能准 你再多的资料都不行 因为你党我财路 对不对 所以不能党民进党财路 反正党民进财路的 就不可以 委员你要记得 是 贵党也不可以 是 一定不可以 第三项 第三项 你像那个 郭台铭啊 还有这个磁剂 还有这个台积电 要捐一千五百万剂的 VNT的疫苗 你看 折腾多少啊 跟我的折腾有差吗 而且一定要怎么样 郭台铭去拜会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 恩准 所以你们这些死老百姓 全部要感谢 所有感谢 一定要感谢什么 感谢蔡英文跟民进党 不然的话 你们什么东西都不要来 所以我们全民都感谢 所以我们全民都感谢蔡英文 这个原则就可以深切了解 任何事情 用这个三个 四个条件去看 就知道民进党会做什么 所以跟这个民众党啊 也报告一下 就是这样 他们永远就是这样 绝对不会错 你看 这个可以写一个论文 对不对 只要照这样去做 绝对民进党就这样 所以 对不起哦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邪恶的 非常邪恶的政党 那然后为什么老百姓还支持他呢 因为他把你们的钱都拿起来了 然后去1450去洗脑 对不对 你看那个希特勒的时候 不是洗了老百姓的脑吗 日本军阀不是洗了脑吗 对不对 那个毛泽东大药镜 死了几千万人 是1500万到5000万人 所有人都在天安门广场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这不是洗脑吗 对不对 这洗脑很有用啊 我们的蔡英文政府就是会洗脑 署长 可是我们以前卫生署的时期 就是说像这个快筛事件的EUA 它是紧急授权嘛 所以就像他说的 不用抽查 然后也不用 紧急授权不是 不要审查 这完全错了 EUA一样是很严格的审查 可惜我现在不在政府做事了 如果是我的话 第一天就把它fire掉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黑心快筛事件到现在继续延烧 好 问题来了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好 这个EUA呢 这个它通过之后啊 除了绿尾零淑芬 曾经有说呢 这个食药署 你这样做 是不是没有好好的把关 但是府院党啦 不是护航就是默不作声嘛 就连检调啦 监察院都是一片静悄悄 EU说 5月份发现快筛灵敏度不足 还有伪茂品流入市面 所以就通知食药署了 可是食药署 还是发给大兴EUA的许可 难道监察院不应该查一查 这里面有没有公务员独职的问题吗 今年303大停电 当时桥头地检署就以准放火罪 来重办了台电的员工哦 还没有出任检察总长的秦泰昭 当时说是反社会分子 借此扰乱民心啊 因此呢 等于是给这个侦查 是下了一个指导旗了 那在这一次食药署 明明知道这个问题快筛 可是还发了EUA 造成了200万剂流入市面 这个现在食药署还跳出来说 哎呀 这个吹哨者的这个EU啊 他自己三月份也曾经混冲快筛啊 还被关务单位给挡下来 然后黄阳明就爆料说食药署现在说 要求侦查不开 所以这个EU啊 你这个吹哨者不准再发言了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 我们的蔡委员 好啦 检调都已经开始侦查了 然后要查办业者了嘛 那对于食药署的疏失 甚至是还要求吹哨者 被下了封口令 这些已经高深检查总长的形态招 可以不管吗 为什么默不作声呢 所以现在唯一可以讲话的 应该是形态招啊 他既然说侦查不公开 那大家都不可以讲 那唯一能讲的就是形态招 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讲 那其实这件事情 刚刚三位都讲过了 5月13号其实就知道说 这个灵敏度有问题 他在送的过程当中有问题 那这段时间到 你看到6月中这段时间 我们的食药署署长在做什么 这个中间你看他卖了多少药啊 刚刚那个杨署长在讲说 这个绿色通道反正只要是你是绿油油就都可以 他这段时间5月13号到6月中的时候 他这个药还谁买了 国防部的军医局 还有新竹县的竹北公所 还有台中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全部都买了这一批有瑕疵的大陆制品 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要让你进来 我进来之后你就是把它消化完了 我们再来处理后续的 然后所以才会说这段时间吴秀美在忙了什么 忙了叫这些吹哨者闭嘴啦 再来就是说要怪你们 不要怪我就是去怪那个这些黑心的厂商 所以这时候其实食药署 那个吴署长到底是不是认 我觉得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的 但是最重要 我们的监察院在干什么 我们的监察院对这些公家机关 其实监察院是不是应该出来讲讲话 除了刑太招 他说现在已经进入那个侦查阶段 那我们不要讲话 你刑太招要出来讲话 你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搬到哪里去了 我们的监察院应该要出来说 对我们的食药署 署长到底这个到底要怎么办 但是这件事情 我早上幕僚在跟我讲的时候 我常常想说有一个 我想要讲一个心得啦 就是从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 然后他只要犯了错 他几乎可以大辣的不承认 而且他还去指责在业党 他还去监督在业 我们开记者会我们去讲什么 他还比我们还大声 这个就是 这么惨的一点 话里好惨 他真的比我们还大声 你不觉得吗 那个我们这边有两位 那个立法院的同事 就每次他做错事的时候 你就叫他下台 那他绝对不会 现在就是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 所有的政务官就是说 就算做错事绝对不可以 不可以去道歉 不可以说我们有什么错 就用1450来出征这些 我们去监督他的这些 在业党的委员 然后这是第二个 怎么现在连食药署的这些 其实署长他是事务官 连事务官都被民进党养成说 我们不可以承认错误 我们不要道歉 反正最后就是 他一定有办法来 自我们这些 我们监督的这些 在野党的委员 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 葬委员你要记得 真的是厉害的地方 那个我们的苏院长怎么说 对我们的苏院长 苏院长说 这个是产生的事 不是我们这个 是要署的苏长的事 不是 苏长你也当过 你看看这个苏政长讲那个话 能听吗 他比这个 我们这个吴秀美还更可恶 你也当过苏长 公务机关本来做错事 你就应该先去 对不起 这个是我们错 我们审查不周 我们应该跟社会 对待一个道歉 我们会深刻检讨 连这些字眼 现在都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听不到 绝对听不到 真的很惨 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我们一般老百姓 都有个叫做 因注意而未注意 是有可能会有刑责的 可是呢 我们的官员 做事情竟然可以不负责任 而且不用道歉 这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 所以我们的政府公信力 现在是不是正在 一点一滴的被瓦解呢 这个事情也很夸张 前军情局长罗德明 屡屡被检举 结果监委陈景俊 经过了一年的调查发现 他为了帮助台湾道教总会 前理事长的女儿 报考军情局 考前派了两个少校去辅导他 口试当天呢 还帮这个朋友的女儿呢 这一组全部加分 增加了八分 最后呢 他的女儿呢 就以第三名考进的军情局 结果事后 监察院约谈的时候呢 就用非常简单的 两岸时事问题 来测验这个女生 结果呢 他回答了七个问题 只答对了零点五题 报告还说 这情节令人难以置信啊 所以军情局 是对大陆情收的重要单位 而两岸军事情报 是总统的职权 军情局的选财 出现这么大的丑闻 难道蔡总统事前 在交付军情局长 重责大任之前 没有考核过吗 李文 我觉得这个国家 所有通通都乱了套了 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事情 通通不会发生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任何有一点点 法治基本的观念 或有一点点廉耻的人 都做不出来的事情 在台湾现在每一天都在上演 观大学问大 执政党 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现在台湾 已经没有媒体可以监督了 司法也被他们 通通都控制住了 更不要讲 刚刚这个 我们蔡委员讲的监察院 那更是形同虚设 所以啊 当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的时候 民主绝对是会大幅倒退的 好 连军情局居然都可以爆出 这么离谱的弊案 考试作弊到这种程度 也真的是非常的太离谱 太扯了吧 所以呢 这个军情局的弊案呢 就在于说 在109年的志愿役专业 预备军官招考的这里头 那么军情局当时的局长罗德明 因为呢 他跟台湾道教总会的前理事长 是老朋友 那道教总会前理事长的女儿 要来考 那为什么要来考呢 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考不上 为什么还应要来考呢 可能就是有人说 你来考你来考 我保证你考得上 考上了以后 这个位置多好又多凉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考一个 他根本不适任 搞不好也没兴趣的位置呢 好 果然 这个所有的力量都使上了 考前还派两个上校 去当他的家教 这两个上校 我觉得真的是也够憋了吧 想说这个是到底是去 到底是去上课还是去聊天啊 好 口是当天不能只给他一个人加分啊 那怎么办 当天同组通通都加分 通通都加 一加加八分 好果然 县女呢第三名考取了 而且呢 最高分考的是什么 是大陆问题 考84分耶 那表示两岸关系应该很厉害了 其他都不行 起码这个行了 那这个84分是怎么考来的呢 好 结果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 在这一次里头呢 后来呢 不是说就这个当场给他口试七题吗 他只答对了半题吗 所以整个的测验 全部几乎都是作弊放水 然后让他过关 直接到军情局里头去上班 有这么离谱的一个事情 居然就在军情局里面上演 好 还不止这样呢 这个军情局啊 你看到 在2019年4月18号的时候 还爆出另外一个 也是扯到不能再扯的一个 弊案 那就是当时军情局的副局长 还有调查局长 还有调查局的副局长 三大头 他们呢 邀请了总共有14个人 到原山饭店去饮宴 怎么可能14个人吃19万啊 原山饭店耶 14个人是怎么吃19万啊 等一下我要问一下 飞宏奈委员 所以他们是除了吃饭之外 一定有很贵的酒或者是礼物了 不然在原山饭店 怎么可能14个人吃19万呢 那一个人要1万多耶 原山饭店耶 大家又不是没有去原山饭店吃过饭 然后呢 好 吃了19万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离谱了 结果呢 他还用大陆工作机密报销 所以我们现在是怎么样 敌后工作就在我们台北的原山饭店吃饭进行吗 这个敌后工作也太轻松了吧 也太好做了吧 难怪要叫那个他朋友的女儿也来军情局上班 你看军情局上班多好康啊 一点都不危险也不用去大陆做敌后工作 就在台北五星级原山饭店吃饭 而且还可以吃到一个人花1万多块一个晚餐耶 这也太好康了吧 太离谱了吧 好 因为是大陆工作机密的预算 所以就不会被大家审查到咯 另外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罗德明啊 他呢 送这个美方的外宾美人3万的手表 为金 一年三节送礼金额高达120万 这个也很奇怪啊 他为什么要送美方外宾这么贵重的礼物 而且是由军情局去送 而且还是用大陆工作机密来报销 这个不是也很奇怪吗 所以这个是 因为事实上 我们在工作 我在行政院工作过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过 所以总统府也好 或当时国民党主席 后来就总统嘛 或在行政院也好 我们在接待外宾的时候都会送礼嘛 送礼大部分都是有代表台湾啊 或特殊的 比如说故宫的一些纪念的东西啊 或特殊代表台湾的东西 怎么可能送他3万块的手表啊 3万块的围巾啊 这感觉就是那种什么 非常有名的世界名牌的东西 这你一般来讲不会去送外宾这种东西啦 大概比如说阿里山的高山茶 这就还比较适合一点嘛 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军情局里头 是不是已经真的都已经烂到根子里头了 那为什么整个民进党的政府 这种整个的官针 风气 已经上梁不振下梁歪了嘛 你想想看 在总统府里头 你当这个国安工作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忙买烟啊 买到烟了以后 你看就算抓包 出包被抓到了 最后还是可以升大官啊 还是可以继续升上将啊 这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所以就变成是怎么样 政治正确 颜色正确 什么事情都敢干 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哦 所以有一个敌人的存在真的很重要 因为有一个大陆的存在 就可以有这个大陆机密经费 就可以报销 所以这个罗德明就在云山饭店 宴请了调查局的官员 这两个公务机关 一餐饭就吃掉公筒19万 军情局招考情报员 却爆出夸张弊案 监察院调查报告指出 前军情局长罗德明中将 在民国109年时 只派两位上校一对一 帮道教总会前理事长的女儿辅导 甚至考试当天 还临时帮同场6人 口试分数加8分 最后只准备两个月的谢姓女子 以右翼的第三名成绩 考上情报员 这位前军情局长还被揪出 曾经宴请调查局重要官员 一共14人吃饭 包含酒类礼品餐费 一共19万 平均一人消费7000元 最后还以大陆工作机密费来报销 罗德明也在2020年时 送给美方来访人员 手表围巾等礼物 合计20多万元 算一算一人的礼品费 就高达3万 但这样真的合理吗 罗德明更被发现 2020年三节送礼金额 勾达120万元 网友看了崩溃炸锅 蔡政府大官真是吃香喝辣 官员就吃肉铃 又关大陆工作什么事 狂问妈妈大陆吃饭喝酒 到底算什么机密工作 民进党政府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所有的原因都在于外行乱做 让人家看不起 好军情局的丑闻 一桩接着一桩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2019年的军情局的这个邀宴 他们邀请招待的对象是调查局 所以两个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所以总共14个人到原山饭店 就去吃吃喝喝 还有礼品 总共这个餐费 最后报销了19万的 大陆工作机密费用 所以是不是很夸张 然后再来送给外宾的礼物 这个三节花了这个120万元 包括像是送给这个美国的 这个外宾20几万的手表 围巾等等 问题是 这是不是已经超过了 我们的这个规定当中 每个人礼品费用的上限呢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费用泰委员 因为网友大骂说 这个蔡政府真的是会吃香喝辣 虽然说做情报当然得要花钱 问题是钱花在哪里啊 怎么会是花在我们自己的官员之间 彼此饮宴 到底跟大陆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刚才立委问我说 19万问我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去年当总招的时候 我花自己的钱了 沈思姐用纯的一些 请他们去吃饭 我还请个很棒的餐厅 叫做 叫做军月 一刻两千 一个人两千五百 很棒的 军月大概没有超过三千块的 原三饭那也是一样 但是我还 同时我想起来 你以前当新闻局的这个局长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请我吃饭呢 我想起来 我们那时候有规定 我不知道署长还记不记得 就是首长 我们在请吃饭的时候 一个人餐费 是不可以超过一千五百块的 我所了解 还有限制 我以前 很多年纪 收礼收多少钱 以上就要去申报 我记得我太太生日的时候 我请她到原三饭店去吃饭 先讲都是省吃节用剩下的钱 因为我太太给我利用钱太少了 然后呢 我记得一刻也不过就两千多块 原三饭店 你有听过一刻超过三千块 五千块一千 十九万 十四个人 你除一除 一个人是一万三千五百块 原三饭店 我想也没有这种料理 刚才我们在私下在聊天 非常可能 那个酒很贵 甚至我严重怀疑 监察院 麻烦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此刻希望听到我在讲话 你不去查 我下个会去 我就要你们去查 是不是她买了酒 买了很多的酒 十四个人大概喝了些 剩下酒把她带回家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否则十四个人 怎么会吃十九万块 我要跟大家报告 一个人一万三千五百块 很多的大学毕业 刚毕业的人 这是她半个月的薪水 这是很可怕的 我真的很少听她说 有一个人在台湾吃饭 一餐我也花一万块了 也许有 我不晓得我从来没吃过 我们大家都没有碰过这种场合 军局局 你花的是人民纳税钱给你的钱 你居然去做机密 你到底做了什么机密 讲难听一点 我怀疑你军局存在的价值 军局前身对国家多少的贡献 那么多优秀的人出生入死 就被你一个这个烂军局局长 真的我在讲 烂军局局长 把你的名声彻底的给她毁了 你要做大陆工作 结果你找的人 你找的人 监察委员去问 监察院问他 七个题目只答对大陆问题 打到零点五点 你做什么底后工作 我真的放 你们即使在网络上 就分析大陆的底情 我觉得难怪 难怪现在我们 我们的战力越来越弱 有这样子的局长 有这样子的副局长 国家会强吗 真的这些人 如果说能够管他们的 就是部长 国防部的部长跟总统 这两个人 你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交代 否则这个军局局 那么优秀的传统的历史 被这两个老鼠死开 坏了一锅粥 可恶自己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疫情看起来稍微下降 但是医师沈正南表示 我们要看到的是说 BA.2 BA.4 BA.5 其实是有可能三个病毒株 同时大流行 医师黄高斌也说了 两大变异株 大约两到四周会大举入侵 他认为比较麻烦的事 虽然说呢 我们已经经过了一波大流行 可是之前这一波 大多是BA.1跟BA.2 因此很有可能会再度感染 尤其是BA.5 在南非已经发现了 有10.5万例的是感染了 BA.1 BA.2之后 又感染了BA.5的个案了 许多人甚至是第三次感染 所以国外都说会重复感染 所以为什么台湾说 有这个无敌猩猩 难道是活在平行时空里吗 而且多次感染的后一阵 反而比较严重哦 因此大家还是要守好一点 我们请教一下署长 BA.4 BA.5 指挥中心现在拍板说 好了如果说你有二次感染的话呢 至少他说要可以二次通报 因为之前就有人说呢 他是二次感染 而且医师帮他诊断 也认为他是二次感染 结果完全没有办法通报 现在修改一下说 我们要是不是二次感染 我们要再来研究一下 可是至少会让你二次通报 但是后续 接下来这些二次感染的人 我们要怎么要不要隔离 要不要干嘛 什么指引都没有出来 所以是不是又错过了一次 超前部署的机会呢 这个Omicron 进来以后 特别是BA.1.2 就把以前的最早的从武汉的传染力低 死亡率高的 后来就变成Alpha 后来变成Data 然后就都把它们取代掉了 但是呢现在来 点4点5呢 它的传染力更强 而且呢 它的麻烦是什么 它可以重复感染 本来感染过了以后 在短时间内你是有抗体的 但是呢 这个点4点5呢 很清楚的 它可以这个疫苗突破 就是突破你原来的打的疫苗 你继续感染 所以就是二次感染 在这个点1点2的时候呢 就不会再感染这个Delta 也不会再感染Alpha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我现在要讲什么呢 为什么到2月的时候 还是清零 为什么到了4月的时候呢 就要跟病毒共存 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我们的民众啊 脑筋太简单了 这个三位委员来 要好好研究民进党 做什么用呢 他就是知道 这个再怎么穿染下去 再过两个月 最近已经趋势很明显了嘛 就往下降嘛 现在要对付这个Omicron 只有怎么样 再重新根据这个病毒 再去制造新的疫苗 但是他现在一点心情都没有 国际上已经开始在努力了 那不管它 他就是知道说 这个东西再怎么传 传到一个程度会降下去 降下去这段时间呢 我尽量民进党去A钱 A钱以后呢 到了今年呢 11月不到选举嘛 我最后剩下两三个月 就把所有的A来的钞票 就把所有的A来的钞票丢下去 因为台湾的民众常常是健忘的 台湾的民众都是很容易被洗脑的 因为过去的经验太多了 然后呢 我到11月的时候呢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选票 那我就当选了 这个呢 我跟各位报告 保证是如此 我现在可以跟你们打赌 这个 19万太多了 我付不起 一万九千块 马上请你们四个人 一万九千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北市长 柯文哲上周六 抛出了新建 惊吓大桥的话题 莱茵的绿委 这个陈玉珍也说呢 这个是金门人的愿望 可是绿营马上就痛批说 这个柯文哲 想当吴三桂 可是小三东不是通了20年吗 为什么这么害怕一座桥呢 蔡委员怎么看 其实上礼拜 跟那个柯市长 结束金门的行程的时候 我回到台湾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 金门人 其实他要的是和平繁荣 那厦门人呢 非常的向往 我们台湾的一个民主自由 其实在这个 说真的 民进党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就已经说要金马撤军 所以刚刚会议委员讲 我之前在金门 它是十万的军队 那现在只剩下六千 我所看到就 虽然在一起是六千 但是他真的平常就只有两三千人 所以他们金门人 他觉得说我们民生经济 事实上是跟厦门的往来 但是厦门呢 非常向往台湾的一个 一个自由民主这个现象 所以其实说真的 这当时小山偷偷的也是在一起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